假设我跟你妈同时掉到水里 你会先救谁啊 你不是会游泳吗 你把我妈带到水边 你想干什么 假设嘛 假设我妈掉到水里 你怎么不假设你妈掉在水里了 那好 假设我妈和你妈同时掉到水里 你先救谁 老孟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危险 你没事把两个老太太弄到水里干什么 你不喜欢我妈也就算了 连你妈也弄到水里头 你妈把你拉扯大容易吗 那好 我换个问题 假设我死了 就我的唯一方式 就是你和你的前任共度春宵 你会怎么做 不是你这个问题提着就有毛病 首先它不科学 其次俗话说得好 人死不能复生 你都已经死了 然后我跟前任睡了一觉 你又活了 我都说了是假设假设嘛 不是你一天老假设自己死了干什么 你是不是有厌世倾向啊 首先先把我妈跟你妈假设死了 然后又把自己假设死了 最后是不是就轮到我了 你这回答我的问题 愿不愿意为了 就我跟你的前任共度春宵 那你首先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把我妈弄到水里 我妈招你的妈 你今天必须把这说清楚 你怎么无理取闹啊 我无理取闹 我就想知道 你到底在不在乎我妈 我当然在乎啦 那你怎么证明 我发誓 发誓有用吗 你今天怎么了 我好着呢 你怎么那么坐啊 我让你一天问这些有的没的 你干嘛 大哥 你什么时候来了呀 我昨天就来了呀 我跟你说 我上周睡的是你这个位置 上周是上周 这周是这周 先来后到几岛吗 我也没听你抢 我就说我上周睡的位置怎么了 你不会还要花真多 这叫别打呼啊 打呼怎么了吧 哎呀 我怎么的 是是是 的王 陈祥六点半 我们下周睡的位置